好开心 龙哥 好久不见了 是 我们其实刚才在直播前已经打完照面了 但每次跟你直播特别开心 按照惯例先跟我们镜头打招呼 大家好 我是余龙 其实距离我们上次见面算看时间蛮久了 但是我一直在关注着你 所以各种作品我都有看 最近在忙些什么 我最近在充电 听起来在有一个短暂的休息的时间了 所以为下一个工作再做准备 就要问一下在看剧本了吗 在看剧本了 好的 我心领神会了 实眼色 大家知道了 我们龙哥在看剧本了 我们特别希望新作品早点跟我们见面 前段时间我们龙哥主演的风暴 其实我有去看了 我觉得我好惊心动魄 真的 就不夸张的讲 因为其实影片中有一个非常写实的灾难场面 而且会有那种很极端的环境 所以你们是真的去那种很极端严苛的环境里拍 是不是 对 我们基本上都是在实景里面拍摄完整 是 我当时看的时候 我觉得脑海就想念小时候 好冷 那个地方看起来 那你有什么一些保暖的小秘诀吗 穿厚点衣服 对 穿厚点衣服 然后多喝热水 多喝热水 小礼貌设计 我在电影里面好像也是 对 你喝的也是在 对 我有注意到 电影里面有一个彩蛋 各位注意到没有 有没有细心看 我们龙哥在电影里面会有一个彩蛋 这才就是我们龙哥在喝热水 用的是扇摩斯 对不对 对 给爸爸做了咖啡 没错 那扇摩斯为什么会出现在电影里面 其实也是因为非常合理 因为扇摩斯保温杯有100多年历史了 所以你其实在不管哪一个时代去看 它出现是很合情合理的事情 因为很多人在用 而且在技术上也是业内遥遥领先的 而且它又有一个双层的抽真空技术加持 所以让产品在保温功能上手去一指 但是龙哥你会不会经常拍戏 很久都喝不上一口水 其实也不至于 对 也不至于 但是每天也会提前把热水灌好 放在杯子里面 而且因为友善摩斯 所以你放很久都是热的 这点很贴心 是的 其实我觉得你们拍一些比如说天冷的戏 在户外环境下很严苛 热水好像特别重要 喝一口就会舒服很多 对 特别是我们那个环境还会下雨 然后也是冬天拍的 所以每条拍完了之后都会喝一些热水 喝点热茶 姜茶 冬天拍下雨的戏 听起来很艰苦 太习惯了是不是 好的 听你怎么说 其实扇摩斯应该经常陪伴在你身边 其实工作的时候越辛苦 假期来了以后就会不会很珍惜 对 还挺珍惜休息的时间 可以多看点东西 然后运动运动 都出去走一走 运动 我好奇了 刚才我们龙哥说最近在充电 充电除了像看看书 或看看电影 学习一些东西之外 你如果提到运动的话 你会有什么一些 就是在拍戏之外的一些爱好的运动吗 最近就喜欢上攀岩 攀岩 然后我每次休息时候也会出去去徒步 然后出去去大自然的环境里面 去多待的 然后多走一走 是 还会有一些什么其他的爱好 比如说我们今天 有专门为你准备了一个 露营 因为我们其实讲露营 是我最近发现的 因为我发现龙哥其实前两天 是有其他时间是跟 WLF去颠西去采风了 对吧 然后那个时候好像你去带了 TSK2系列的保温杯 对 然后也体会到了大自然 体会到了露营的一个感觉 今天我们搭建露营区 其实是品牌方想想满足你的一个 露营的愿望 因为确实一直以来龙哥在拍戏 也没有太多时间去真的去体会露营 但是我们也希望有这么一个区域 让你能够去体验一下 此外我们讲到TSK2系列的保温杯 我们看到了一个很好看的小黄帽 小礼帽 作为这个系列里很标志性的一个代表 我们龙哥出去 如果有机会去雪地露营的话 或者再去一些寒冷的地方拍摄 请一定要记得带上我们 善模式的新品 TSK2的系列去体验一下 因为TSK2系列保温杯 保温瓶 闷烧管一套样样齐全 绝对可以算是户外装备了 那聊这么多 我们其实可以看一下 粉丝们有些什么问题 我们其实在期间 征集了一些问题 希望龙哥来回答一下 包括我刚才在上直播之前 我偷偷刷了一下我自己个人的一个预告 因为我发了预告说今天晚上要直播 好了 粉丝们全部铺天盖地过来 识眼色 识眼色说帮忙问一下龙哥 有些问题特别的奇怪 比如说其实跟我们待会儿西瓜也有关系 因为西瓜待会儿可能要给我们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 我看到有问题就说龙哥你吃煎蛋 喜欢吃双面剪还是单面剪 你想过吗 有时候双面有时候单面 看心情 对 粉丝们我帮你们问了 我是不是很nice 然后还有粉丝在问说龙哥最近有什么开心的事 最近开心的事就是快进组 快进组了 我有一个朋友想知道 不是我本人 这次进组是什么系 是服装 还是现代 我差不多快进组 然后角色 角色也是特别 对我来说还挺有挑战的一个角色 对 所以我实验三你们知道了 龙哥没有说是什么样的一个剧 但是是一个充满挑战的角色 听起来应该是他之前没有尝试过的 或者说这个角色 他的一个设定的背景应该是蛮厉害的 所以我们先期待一下 看看龙哥之后进组带来什么样的作品 好吧 我们就不追问了 因为有一些事情 还是保密 留点惊喜好不好 也希望说龙哥能够在休息的时候 好好去休息 所以这段短暂的充电时光 希望你可以非常舒适的度过 我们粉丝很温暖 就跟我们的偶像一样非常的暖心 那么在下一个环境开始之前 我们想给粉丝准备一点温暖的礼物 这个礼物我觉得好厉害 我当时今天下午彩排的时候 我看到我说 沙摩师你好会想 你想过 粉丝们想一想 你这么喜欢龙哥 平常我们只看龙哥的签名照片 或者是一海报 想不想有一个1比1的龙哥在家里面 我们今天其实就准备了一个礼物 我们大家后面看一下 有个你的人心力牌 这个力牌好厉害 1比1身高的 1比1身高 对 跟您身高是一样的 赵尔宁的体型来做的 所以我们可以说 这是前所未有的一个龙哥的超级好礼 我们去比一比好不好 来 来 龙哥过来 好像本人更高 那么一丢丢好 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太多 所以各位粉丝们想不想用 你这样一显得我脸好大 往后再一点 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本身想要给粉丝们去准备的一个1比1零行力牌 然后我还准备了一样东西 稍等一下 您在原地等我一下 我稍微有油漆笔 为了把这个礼物我们做到尽善尽美 我还请您在您的人心力牌上签个名 好 来 请 谢谢 签个名字之后 我把它做为给粉丝的一个特别的礼物 看想签在哪合适 签这 可以 就像个名牌一样 好的 龙哥已经签上名字了 帮您把笔拿回来 这一个1比1的人形看板 我们的朱一龙的这一个非常棒的礼物 我们要怎么送呢 今天先不送不超级 想要知道怎么得到这个礼物的话 稍后关注一下我们上摩斯的官方微博 我们会来公布怎么样去抽奖 你怎么获得这份礼物 所以想要的话 稍后再说 会不会等所有人都走光以后 我自己偷偷钱进来 把它偷走 好啦 不抢你们的 接下来我们也请龙哥跟我移步到厨房区域 我刚才讲到了西瓜今天有一个重任 我们看看西瓜为我们准备了什么 来 我们往厨房走 好 哈喽西瓜 你在紧张什么 我现在是厨师西瓜 厨师西瓜 我又回来了 是 那我们其实现在直播这个时间段 7点来中 应该其实算是一个晚饭时间了吧 对 我就等着这顿饭了 这顿饭了 我也等着呢 我给龙哥解释一下 今天西瓜自告奋勇 你当厨师的角色 而且上直播之前 那西瓜跟我说 他的厨艺非常厉害 好吧 你有信心吗 今天晚上做的菜呢 让我满意 就粉丝说熟 一定要熟 就不管好不好吃 确保我们龙哥吃了不会生病就好 好不好 对一定会美味 相信我 是但是呢 今天我们西瓜做菜呢 我给他出难题了 我觉得我也算是小小的 全眸私吧 你不要盯着龙哥看了 真的是一个崇拜的眼神 盯着我看 我整个人在发热 是有没有看到了西瓜脸都红了 今天我其实给西瓜个小任务 就是我想吃什么东西 我之前跟制作组勾勾勾通好了 导播说你今天就点菜 我开始想说点一个什么满汗全席 好像有点不太合理 又为难我 又为难你了 对对对 那我就点一个简单的菜 因为十一月份了 十一月份吃时令菜 我就跟导演组说我想吃冬笋 会吃 会吃 所以我今天想让西瓜 要帮我们做一个冬笋小炒肉 对对可以吗 可以没问题 但是我想请龙哥跟我一起完成这道菜可以吗 好厉害 我竟然敢提这种要求是吗 真的 我都不敢 我跟他合作这么久了 我都非常眉眉弄在旁边 没有开玩笑 没有龙哥特别希望我帮他做事情 对然后接下来就是让我们的 也是让龙哥能够去参与一下我们整个环节里面 所以西瓜待会会就请我们龙哥来帮忙做菜 对 家里面因为其实我们之前聊过你偶尔也会做点东西吃 所以应该对厨房不陌生 对 我们冬笋小炒肉第一步就是要把冬笋焯水 我们现在就是把水倒进来 我们把冬笋焯一遍水 这边保卧壶里面有水 我好轻松呀 我这种就是看着西瓜跟龙哥在那做饭 我在旁边享受等吃的感觉心情太好了 这道菜可能会加分 因为我可能个人厨艺可能只有五分 我现在就龙哥加持 你谦虚了我觉得西瓜其实应该是厉害的 差不多 差不多 好我们开火 这个是放在我们上模式的这个湖里的 这个水其实是热的 开到火锅模式 来我们开一下 来不着急慢慢来开水了 开 然后开了以后我们把冬水麻烦 龙哥焯一下水倒进去等它开了以后焯水 我这边把我们的小炒肉先煸炒一下 我也开过 我们先倒点油好吗 倒点油 大家小心 以往他们说我直播的时候炒菜都是哇哇叫 锅还没我想 锅不烫 我脚烫一直在笑 好了我开始了 我来炒 我们来炒菜 我们先第一步就是这边是在焯水 我这个小炒肉煸炒 煸炒之后 我们再把两个菜合在一起就可以了 非常非常简单对不对 就是你有一口好锅就可以做 而且这个水就迅速就开了 我能问一下吗 因为其实西瓜对我们产品特别熟 刚刚这个湖里的水我们放了多久了 这个我们在大概4点的时候放的 所以现在应该已经过去将近3个多小时了 对对对 它水一烧就开 所以其实水保温保特别好 是烫的 好水开了 是不是请龙哥帮我们来 抄一下水 小心 好小心 对 好 大概这个笋我觉得我们因为之前已经 大概就是已经把它煮过一次 给我两片 我带我两半吃 对对对 那我这边同时来煎这个好吗 嗯 你觉得是比太还想 你这个是 会紧张吗 不紧张 不紧张是吧 我讲你这个就是人家炒菜是优雅炒菜 你这个是暴力派炒菜 这个肉一定要炒的把它卷起来 有点微焦 你知道那种口感 闻到了吗 对 火小一点 火小一点 好那个可以了 然后麻烦捞出来 捞出来 好我们把它煎炒一下 然后把它变成有点金黄色 有点微焦 好香哦 对它那个油已经出来了 肉香味我没吃晚饭 对对对 我跟你讲屏幕不要给我特写 因为我在咽口水这个动作有点太明显 是吗 是吗 你看你看 边炒一下 我们东西炒好了 炒好了 把火关掉 小心 好 再用 好你看我现在边炒一下 我们下一步就是 加点这个 要有点辣椒 对不对 然后我们加一点这个 放进来 但是我觉得这个 你平常应该很爱吃辣 是不是 是的 但最近好像是没上火了 对 所以你可能会少吃点辣 少吃的是吧 那我们再加一点点这个 我们上一点色 我们让龙哥帮我们加一点 就跟进去吃辣的程度 你来决定 对最近上火就少了 对对对 来给我加一点 而且这里也是龙哥在上直播前跟我说 他说其实也特别希望大家秋冬的时候 谢谢 多喝点热水 能够去去火 不要吃一些太辛辣的食物 对对对 哇 我刚才想说花仙咽口口水 怎么样 有这个吗 这个屏幕可能各位感受不到 但其实现场非常非常香 对我们可以放这个粉 对 然后把粉 而且我觉得特别厉害的是 就是你在炒的时候 我们只有热气没有烟 对 因为它这个气质是水蒸气 对 好厉害 我一边吞口水一边说 怎么样龙哥闻到味道了吗 闻到 闻到了 觉得很香是不是 对 在这里我要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西瓜其实用这个锅 我觉得很厉害 我想下直播以后我随便买一个 这个锅是我们上摩师的小波浪炒锅 对 为什么叫小波浪 大家看到我们锅的外圈有一层像波浪一样的花纹 很漂亮 非常非常漂亮 锅内其实是一个钳壁纹 之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细节 好不好 对 先讲一下这个钳壁纹的好处是 它可以让我们的油露更加的通畅 而且它不粘锅 同时耐磨 而且大家注意到没有 今天其实我们西瓜炒菜的时候放了油 放一丢丢 对一个是健康 对一个健康 另外一方面是这个锅很省油 所以炒烟炒菜的时候油烟会比较少一点 只能闻到香味 就闻不到油烟的味道 对我现在是放了点生抽老抽的蚝油 上色 对上色 然后因为不用放盐 咸味又已经有了 是 这样又好看又健康 龙哥平时爱吃笋吗 还挺喜欢吃的 嗯 一般吃笋的话 怎么吃 手波笋 对对对 为什么脑海里发现出一个龙哥吃手波笋 吃开吃播的镜头 感觉可以试试看 对对对对 因为其实这口锅我自己也在用 他这口锅就是说你如果家里是那种开放式的厨房 会特别的好用 因为他轻油少烟 嗯 一定要选一口好锅才能做出好菜 没错 甚至下次我们龙哥自己可以带一个锅去去 想家庭的时候再炒一下也没油烟 对也没油烟 好放一点葱 哇 西瓜你可以 可以可以了好 看菜的样子有模有样的 对了那我们把它盛出来好吗 我们盛一点 是 对 呃沉一出来沉出来 所以这里 对对对 然后我家里去开放式厨房 对 然后真的炒完一个菜以后 那么油烟味大了几天都散不掉 对我们现在真的还蛮还蛮痛苦的 来看一下怎么样 哎呀哈哈 我就狂咽口水 那这个其实是我们那个Iwaki的那个保鲜盒 对对保鲜盒然后非常好看 OK 现在的井大小章工具好在 Selah 不要进去 gusta 哈哈哈 好简单 好凑暴 这个最高评价 这个天才是最高评价 最高品价 有筷子吗 在可能会讨厌 来我们拿一下来来来来 这是什么 我来帮你端 你来尝一下 来来来来来来 就是什么样的七瓜 你 装挑肉我吃了笋 有点辣 好吃 吃辣的 直播我们就直接把这条掐 我一直在吃 所以其实这个我觉得 算是我们认为西瓜炒菜成功 好 成功 成功 谢谢 谢谢 你觉得辣度怎么样 刚刚好 还行 还行 很好吃的 下饭是不是 我是觉得有点辣 我觉得还可以 我觉得刚好是我能够接受的辣度 而且我觉得这个锅特别牛 现在西瓜您把这个火您关掉了 对 然后我是完全闻不到我们这里有任何的烟味 对 只有这个有的香味 对 而且它这个炒的东西真的我觉得很好吃 不糊 我们可不可以给大家看个镜头里面 看这个所谓的前纹好不好 前纹是这样的 看到吧 因为我还留了一点 对 撕心 撕心 对 留一点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锅里面的这个色香味俱全的冬笋小烤肉 配上我们的前纹 前纹的这个油露非常的清晰 它能让我们的油非常通畅 此外它不粘过 真的不粘 而且你看 完全没有糊的迹象 对对对 非常好 来 我帮你把它拿开 好 谢谢 好 待会我帮你把它盖起来 这样保温 待会还能吃 好的 来看就好漂亮 这个盒子 你看 对 薰衣桃子 真的 这个盒子真的 你平常你看 积分菜打包放在里面 又可以保鲜 对吧 然后如果今天如果想吃健康一点 我上班带着他去上班 特别好 对 而且他是加盖可以直接进微波炉 直接进微波炉多方便 特别棒 特别棒 我们刚刚其实吃完了小炒肉 去年的时候 我们就给龙哥准备好了润嗓子的东西 我今天就是看这部电就说 我们今天要跟龙哥吃吃喝喝看星星 对对对 羡慕吧 今天我们也准备了 我们用的是我们新品的 也是我们的TSK2面烧罐 对对对 我们准备了一道银耳枸杞汤 其实我觉得特别好 正好可以消火 润灶 然后就是润润肺 对对 正好秋冬时候特别合适 我们也请龙哥吃完之后来品尝一下 好不好 好 来 来 哎 我们屋里外面是很冷的 对 因为它完全不透温 对 里面可混 好的 来 我帮你拿 这个就是龙哥清车熟路的东西 他说他天天在用呢 好的 我们直接倒杯里喝吧 这个就不跟你分享了 就是你一个人独占 好嘞 哇 你们好用心 熬得好浓稠 你们 对 就下了真材实料 真材实料 好的 对对对 你改吃播吧 好不好 对对对 怎么样 感觉如何 很好 我上直播之前粉丝们跟我说说如果龙哥吃的喝了看的吃的没开眼笑说明他满意了是开心的刚才龙哥就挺开心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挺满意的他还保温吗很保温还是热的但是还挺舒服的就不至于烫嘴所以其实这个闷烧罐的实力非常棒啊就是也感谢西瓜为我们炒了一道菜你待会那个留着给我好好好肉给你我吃错可以吗下直播我然后我待会来然后请导播� 帮我热分米饭哈哈哈哈我做干胶饭好吗可以吗可以可以谢谢西瓜好谢谢那龙哥我们先暂时吃好喝足我们回到访谈区好玩我们接下来环节好吗一会聊拜拜谢谢谢谢谢谢来我们先回到访谈区 哇我还闻到那个香味呢 好的那欢迎各位来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扇摩式的直播啊现在我跟龙哥已经在上面一个区域里面吃好喝好了稍微有点意有味境的没关系 我们待会结束以后再去吃那接下来我们还会有一些游戏环节说是游戏环节我认为啊还有很多是跟我们粉丝福利有关系的也算是一个大型重本现场那这游戏环节呢我其实也想让我们的龙哥放松一下那我们知道接下来其实龙哥会有一些想要去露营的打算虽然暂时比较忙一些但是如果有时间的话一定想要去走遍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嗯露营去跟我们大自然打交道去享受一下天与地带给我们的一些秀丽的山川美景 对是那今天呢我们会有一个最终大奖会诞生但是要完成这个最终大奖呢需要先找到整个拼图的最后剩下的两块线索嗯所以呢后面有两个游戏环节每一个环节只要你胜出你赢了我们就会给你一个这个拼图碎片来完成最后大奖所以游戏有没有信心呃有有信心啊反正我觉得难不倒我们龙哥哈好但是呢我们也会有这些 重重难关等着考验你嗯还是会有点压力给到你的啊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跟我们露营有关系了第一个环节呢就是我们会希望龙哥呢来跟我们来聊一聊关于露营的一些心得嗯相信您可能最近也在研究露营的一些事情包括您之前体验过了去大自然嗯所以很多东西是露营之前必须要准备好的那今天其实在我们的桌子上呢会有一些准备工作需要的东西 嗯这东西琳琅满目什么都有但是这些东西我想知道龙哥会选择哪一些带出去露营嗯然后在您的脚边我们准备了一个露营用的背包嗯我们先拿给大家看一下我来拿好了现在这个包是空的啊还有空的那桌面上这些东西呢其实什么都有嗯但不见得每一样都要带走嗯所以呢我们先来让龙哥从这么琳琅满目的装备中选择五件装备放进我们的背包里面五件对五件 我们不要多因为五件就是最基础但是也能保证我们露营需要的装备了嗯然后每选择一件我会想听听看您选的理由我觉得合理过关的话最后就给您一块平图怎么样好好吗好好嘞那我先帮你把背包打开谢谢来我们开始选择了嗯第一样看你选什么这个是肯定必须的这个是急救包哎呦你为什么第一样就选急救包啊因为演员的时候有时候容易在毕竟是在演 嗯然后有时候容易受伤嗯嗯有些小的刮蹭是包括温虫钉鸟啊啊就是急救包还是必备是这个我觉得很必要而且就是有备无患嘛就是你突发状况来的时候你就是比较里程区比较远一点所以一些小伤啊磕碰啊当场就可以处理掉了可以及时处理是所以这个很重要来急救包我们第一个放在我们这个包包里面来看看第二样我们选什么第二样嗯这是肯定必备的 哈哈哈哈对焖烧罐和和呃我们的杯子都很必要是必要的啊哎为什么你要带焖烧罐焖烧罐因为你其实你去比如说冬天嗯或者哪怕不是冬天你去演员的时候你有时候需要呃野外野外条件不是那么好嗯而做些热的吃的嗯对你焖烧罐你提前自己不管是做的汤还是熬的粥你可以提前出发的时候就闷在里面嗯嗯等你需要的时候就可以打开吃是也是热的然后也可以补充能量是 对而且其实我们龙哥自己自下也很喜欢我们全新的这个TSK2系列的我们的这个保温杯跟我们的焖烧罐 而且刚才其实龙讲的很好就是饮食不方便嘛就说我们还需要自带水源对保障我们的饮食包自带一些干粮 而且这个TSK2的系列保温杯它有六小时的长效保温对 所以基本上你想想看我出门半天保温完全没有问题你想喝热的完全没有问题焖烧罐更方便了它是无火烧嘛啊 所以你基本上出门的时候比如说今天我准备跟朋友去露营嗯我出门把食物放到我们的焖烧罐里面 然后可能长途拔舍到达木铃地以后我拿出来正好吃午餐对刚刚好所以一道菜或一道粥或一个汤就好了就特别方便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我觉得是合理的可以过关我们先把这两个放进去好不好 来焖烧罐放进来我们再拿一个水杯过来吧 哇要带这么大都想带是不是对可以啊先放这里先把你保管着来好已经放了两类产品了再来 这什么这应该是像打火时美棒之类的哦是美棒美棒我没用过这是打火用的什么 对打火 这个往这边见过我以为在户外打火就靠打火机之类的呢 对这个必须得带 这个必须得带 然后这个好像之前你在拍戏的时候什么都会见过这类似的哎现场操作起来了 对因为在户外火也是很重要的啊 迷惑很重要 好的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必备的东西啊 美棒就是我们野外露营的时候一定会带着生火用的东西 哎我第四项的食物是长这个样子的啊 这两个看我以为是两个钥匙呢 好大家注意一下这是美棒我是第四项的食物 好这两个我认为很必要带 带了好了 还有什么要带的 这里已经我数到一二三四已经有四样了 带个相机吧 带个相机 嗯 为什么带相机 因为你出去呃呃呃去旅游嘛 然后去去野外去感受大自然 所以有很多瞬间你肯定特别想把它记录一下 嗯 对这时候相机就是 很必备的 是的这个我觉得很重要 因为露营时候就想跟大自然相处嘛 你看我跟朱一龙去露营了我们去看星星看月亮哦 还有自拍啊 呵呵呵 所以相机很重要用来记录很多美好的时刻 嗯 好的那我多放进来了 现在我这里有五样东西了 嗯 现在呢我告诉你 一个这个小秘密 嗯 小秘密就是这一包东西呢你放进来以后你选择进来以后 这不是让你真的是拿拿去做这个娱乐装备的 嗯 它是我们要送给粉丝的 哈哈哈哈 粉丝们我们是不是对你们很好 这一包东西都要送给你们啊 那这里面有我们刚才龙哥选出来的像是这个我们TSK2系列的保温杯跟我们的闷烧罐 有美棒 然后有我们这个相机 还有急救包都是我们出外野营的时候确实会用得到的东西 是 所以你觉得这个送的粉丝还够不够分 其实我 都可以 都可以是吗 都想装进去是不是 那这样吧 我们就把整个TSK2的系列都放进去好吧 好 我们就干脆索性爽快一点 你看我这样就带人在旁边我就特别大胆 你知道平常我自己直播是我不敢的 我都要问一下导播可不可以 现在反正带人在你们找他去我不管啊 好 整个系列的 我们整个TSK2系列全部放进来啊 有各种壶啊 杯啊 闷烧罐呢 满满的一包 礼物 也是我们龙哥亲自挑选 亲自为你们争取的福利 所以这个福利呢 哎工作人员我真的可以送哈 没问题哈 可以哈 没问题 我还是心虚了一下 所以这一包东西呢 我稍后呢会送给我们的粉丝朋友当然具体怎么获得 请关注我们下摩市的官方微博来获取我们 获得礼物的方式和抽奖的方式 当然呢 有吃有喝有娱乐 这个包是很很全面的了 可是我们第一关我说过了吗 我认为你选的东西都很合理 所以我决定可以给你这一个我们关键道具我们的碎片拼图 但是你自己找 在这个包里面 在包里 在包里 对 但是其实你翻过了 但是你可能漏的那些地方没翻 你这边找一下 看能不能找到 对我们藏得很深 没有 我都跟你们说的导演组这么大的碎片怎么装吗对不对 我以为小的 对你以为多小一个放包里这么大一片 但是很好很好去找到了对不对 好这是我们获得的第一块评图 但是在下一轮游戏之前 我正好想跟龙哥在上面聊聊 比如说龙哥我知道你刚刚跟我们聊过说你平时喜欢去攀岩 除了攀岩之外 你 怎么了 是我们随便先给工作人员好不好 你先帮我保管一下 好的 这样的话我可以独占镜头了 龙哥除了攀岩之外还有什么一些自己希望的 就是我们尝试的运动吗 有露营吗 对露营 然后对今天没机会去潜水 其实还挺想去潜水的 对潜水 是 而且在冬季的时候去潜水的话知道大家需要去保温 那可能当然我们会选择一些短和地方潜水了 那也会我这有一些 感觉冒险跟探险的人希望去一些可能比较冷的地方 尝试一下潜水 对 环境是不一样 美景也完全不同 那我们也希望龙哥在出行的时候带上我们的TSK2系列 但是接下来我们的游戏环节难度要升级了 是吗 是 导播跟我说就是尽可能的为难你 所以接下来这个环节 对记忆力有信心吗 记忆力 一般吗 一般是吗 平常背台词快吗 就还凑合吧 还凑合 你平常背一个一幕系台词需要多久 假设是很难的闻也闻的 我那要背好久 我背好久 白话玩得很快 也是随着进程拍到中间的话会越被越快 你就买过了 因为每个剧本有不同的风格 然后孩子的方式也有不同的风格 好 临时下一个考记忆力的小问题 第一次见我是什么时候 我自个都不记得 巴塞尔 对没错 确实你看 天哪你记得我 你记得我 对 今天这个游戏我们觉得对你应该很轻松 因为你还记得我们的第一次相会的是地方 巴塞尔湖派 我们这个游戏又跟我们的记忆力有关系 我们先请我们工作人员帮我们把道具拿上来 然后我们就直接移步过去 来看看这个跟记忆力有关的游戏该怎么玩 来工作人员麻烦你帮我把道具装好 可以了吗 好的 那我们现在移步过去吧 好的 爸一看这个板子就知道了啊 这是一个 考记忆力的游戏 其实很简单 它是一个 翻牌游戏 我们一共有12张牌 然后呢每张牌每两张牌是一样的图案 所以我们有六组不同的图案 那这个游戏的简单方式就是 你可以直接翻 一次性翻两张 这两张如果是一样的 那就可以保留翻过来 如果是不一样的 我们要翻回去 直到你把全部六组图全部正确的翻出来为止 所以一次必须要翻两张一样的 不一样翻回去 那我请工作人帮我拿一个计时器好不好 我们还有时间限制的 是的我不可以给你无限制的 我们的计时方式呢 就第一轮我们稍微简单一点 我们要玩两轮 第一轮是90秒的计时时间 所以在一分半钟看你能不能达到我们的要求 好吗 你先要不要准备一下 像消消乐一样 消消乐一样 没错 准备好了吗 龙哥擦了手汗 来 不要紧张 我们慢慢来准备 开始 嗯 翻回去 这有些好难为人呢 完了我已经记不住了 你记不住了是不是 有两个好像一样子了 有不一样 哎呀这个又是真难 哎可以 一组出来了 哎 哎对了两组出来了 哎三组出来了 不是翻回去 好这个我知道在哪了 对 哎 哎这是上面那个 对 哎呀 是我还记住了 好的停止 时间是46秒 哎我觉得很可以 很可以 46秒非常好 我觉得已经完成了第一轮挑战了 第二轮挑战呢 其实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增加点难度的 好不好 所以这一轮你觉得自己玩的是惊险吗 还行 还行 能记得住是不是 我们请工作人员帮我把这个图稍微复位一下 好不好 我们稍微去更换一下 更换一下 然后我们更换完之后呢 我们再来进行下一轮的 下一轮以后呢 我们会升级 来来 工作人员直接帮我们来端走去弄就好了 我觉得刚好 对在我们镜头前 龙哥我们先移步到这边来好不好 嗯 我们等工作人员帮忙弄一下 等待工作人员弄的时候呢 我们先坐好来聊聊天 那我们既然讲到户外旅行是一个很重要的 清大自然的方式 龙哥上次户外旅行是什么时候 就上次去云南的 去云南之后 对 给我们大家讲讲感想呗 去到 嗯 我其实之前去之前我还挺担心高原反应 是 对我第一次去海拔那 但实际上会有吗 实际上会有 但是我的适应能力比自己想象的还 就没有那么严重的高原反应 对一去了有 但是适应过来之后就还好 对 那你觉得那次户外的旅行给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看到了什么 或者见到了什么 对我看到了 很多鸟类 我看到很多鸟类 你知道那是很多 很重要的物种的一个栖栖地 对 在那里 然后还看到了羚羊 羊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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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它会在 90度的 悬崖上面 就很厉害 就是在 飞檐走壁去去就来 对 是 那我们也是希望龙哥以后有多有机会 亲近我们大自然 能够去体验一下我们大自然归附神功的美 好不好 好 第二轮游戏的我们的工作人员已经帮我们复位好了 我们再回到我们的游戏区 来请 这一轮挑战我们要升级了 上一轮是90秒 我给你导演组织那时 我给你讲你们太狠了 这一次是60秒 上次90秒 但是你上次完成很快 46秒完成的 但其实你想想看 离60秒只有14秒的时间 一砖研就过去了 而这一次他们其实弄得更乱 所以我们要准备了 好 深吸口气 准备好告诉我 我们各位粉丝也看着 第2轮60秒挑战 准备开始 三个章都不一样的 真的是 这一张好像在哪出现了 是不是第二张 也不是 天哪 也不是 难了 这是龙 是不是这张 也不是 这轮有点难度 保文湖 保文湖在上面的第一 我也不记住 导演对你们太狠了吧 来继续 不着急 锅出现了 这对了 排除到一组就简单很多了 这是第1个 好 第2出现了 龙出现了 好的 杯子 杯子应该是在最右边的一个 我记忆力不错 这个 这个和这个 不是 不是 这个和那个 对的 你就直接翻过来 好 那最后一组 来擦几组 好 好 我来看一下时间 有点 超出了4秒钟 但我觉得应该没关系 1分04秒 应该没什么问题 我就利用我主持人的权威 算龙哥过关 毕竟龙哥跟他 跟我们分享了那么多好玩的事 那也感谢龙哥 勉强帮我完成了挑战 好 那我相信你其实之后 剧本应该会更顺畅 那现在我们回到我们的休息区 一起来聊聊天 来 那其实龙哥玩挑战 是为了帮大家争取福利 来 我们也恭喜龙哥获得了我们第二片 我们的拼图碎片 因为时间关系 其实没有办法再跟大家去玩更多的游戏了 那也感谢龙哥来我们这儿去放松 这样吧 先跟我们粉丝讲两句话好不好 就是这么久以来 粉丝陪伴着你看直播了 感谢大家的支持 然后马上冬天了 要注意保暖 然后也比较干 对肉依上火 那边要多喝水 然后多注意保暖 然后去享受 跑好享受生活 我也会还是继续多拍戏 拍戏给大家看 谢龙哥给我们很温暖的祝福 那其实让龙哥送祝福的同时是为了能够公布我们之后的大奖 惊喜大奖 因为其实我们拿了两片碎片 那我们可不请工作人员把另外一片碎片给到我 对 还有片碎片也给到我 对 一起给我好了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碎片 来来来 麻烦直接给我碎片就好了 工作人员 好的 谢谢你 好的 那手机给到我 那因为最后一轮抽奖 其实是跟这两片碎片有关系的 大家现在可能看碎片还没有感觉不知道 这个龙哥很好奇的看看 来 你就尽管看 我放你面前 对 现在龙哥在看 在看手机评论 那这两片碎片呢 可能大家现在看没有什么头绪 但事实上呢 这两片碎片跟我们最后一个大奖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来 龙哥我们看他背后 一张图出现了 是不是很眼熟 那我们一步过去好不好 好 来来来 龙哥知道这个图是什么图吗 对 之前那个丝巾的图 是 丝巾的图 对 这个丝巾图没有错 就是我们之前 其实有在这个预金箱系列预售的时候 有赠送过一个丝巾 就是同款图 那现在我手上的这两片碎片呢 就是我们这个丝巾图的最后两片空缺的位置 那我们就需要让我们的龙哥将这两片碎片 可以拼回去 好吗 来 请龙哥 把它拼到正确的位置上 嗯 好的 我们的 玉琴箱跟小龙 好 拼好了 好的 我个人觉得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看的图片 所以各位非常可以期待一下 收到我们的这个丝巾以后 实物是什么样的效果 非常非常好看 我觉得很好 而且我跟大家说一下 今天为什么要准备这份礼物 是因为龙哥跟上摩世的缘分 到今天我们来到了第1122天 1122是一个我觉得非常值得去纪念的数字 好漫长的时间 一路陪伴到现在 为什么会跟上摩世走这么久 其实不说起来还真没感觉 挺长时间了 然后对 因为一直跟上摩世合作感觉也非常的舒服 然后也非常的温暖 对 然后上摩世跟上摩世一块也做了很多 还挺有意义的事 是的 我其实期待下一个日子 因为很快就会到1314了 也希望龙哥跟我们的上摩世 可以一直长久的互相陪伴 互相成长 这是一个互相成就的关系 那现在我们就回到我们的采访区休息区 好不好 来制服图 大家记得我们之后会作为丝巾送给大家 那我们其实因为今天是 上摩世跟龙哥的相陪伴的第1122天 所以也是我们上摩世跟龙哥 以及屏幕前正在关注的 我们你们一起相互陪伴成长的1122天 所以接下来这份礼物 其实是送给屏幕前的各位的 那在我们给大家抽奖之前 先把我们的礼物给大家看是什么好了 桌上我们有我们赛摩世一系列的产品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 我还有赛摩世的准备好的我们龙哥的照片 很帅气 而且哇 现在还不一样 你这不是让强迫震动 我想一进都要收集齐吗 现在不一样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特写 来老师给特写 很帅气的照片 是 那我们现在就请龙哥现场帮我们来签名 一共是六样这个礼物 我们每一样签上名好不好 好 我们先从产品开始签 嗯 先从我们的这个TSK2的这个被子开始签 好的 给我 我来给他进行展示一下 来老师麻烦给个特写 好的 龙哥亲笔签名的TSK2的杯子 保温杯非常漂亮 哇 这个也是我很喜欢的 我们老师给个特写好了 来特写 现场亲笔签名的特写 粉丝的杯子太可爱了 然后还有我们这一个红色的口红杯 对口红杯来看一下 特写非常非常好看 之后呢是我们龙哥帮我们亲笔签名的照片 我们来挨个给大家欣赏一下 来老师特写 是刚刚亲笔签名的 来亲笔签名的 好的 还有一张我们龙哥的这么一个数版的签名海报 非常非常帅气啊 好的 一共六样礼物呢 我们给大家准备好了 那抽奖方式非常非常简单 一会儿呢 我直接会发布口令 那口令呢 发布完之后呢 会在我们的这一个屏幕上方 会出现一个符带 那大家只要点击屏幕左上角的符带呢 在倒计时之前输入关键词 六个字哦 请注意 扇摩师朱一龙 扇摩师朱一龙 在倒计时结束之前输入他 在计数之后呢 我们会由系统来抽取三位幸运观众 送上扇摩师和龙哥 为大家准备的照片 加上礼物 非常的温暖的一个组合的礼物啊 大家一定要赶紧来争取一下 所以我们现在立刻准备了 我一喊上符带 你们赶紧去点击 然后倒计时就输入扇摩师朱一龙 准备开始了啊 上符带 好的 赶紧点击 点击的时候 立刻去输入扇摩师朱一龙 扇摩师朱一龙 在倒计时一分钟之前 就立刻输入完 之后我们系统就可以来抽取了 好的 我现在看到 屏幕上有符带了 赶紧点击 点完之后 好 发表评论参与 扇摩师朱一龙 立刻刷起来 刷起来 好 请大家刷起来 好 我看到各位正在抢 非常非常热烈的一个 今天的一个抢的这么一个速度啊 很快 大家疯狂在刷 我大家刷了这个满屏幕都是 好的 立刻刷起来 扇摩师朱一龙 之后还有大概差不多十秒的时间 我们就要开始来东部今天的获奖名单 而获奖的三位幸运的这个观众会获得我们三件礼物中的任何一件 配上我们随机的任何一张我们的朱一龙七里签名的明星片 然后之后呢这个礼物也会由我们的这一个工作人员联系您将我们的礼物送出 好 请大家立刻 好 那这样我们现在刚才导播告诉我了 应该已经系统开奖了 所以之后呢 请获得中奖提示的这三位观众呢 记得打开左上角头像 记得左上角头像 点击右上角私信 在点完左上角头像之后点击右上角私信 提供一下你中奖的截图 提供一下中奖截图来咨询中奖信息 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来领取你的专属礼物了 千万不要错过啊 我重复一下 记得请中奖三位观众 点击左上角头像 然后点击右上角私信 提供一下中奖提示截图 然后来领取你的福利 好的 今天福利我们送完了 特别谢谢龙哥来帮我们来签名 当然今天也少不了龙哥的礼物 这因为我说的很温暖的 112这个日子 不但我们的粉丝可以很温暖 也给我们龙哥一份温暖 来我们请观众人员把这个礼物送上来 这是我们善模式品牌 为龙哥精心准备的一份礼物 好温暖的颜色是不是 我们先请龙哥亲自打开吧 好 来我帮你拿盒子 里面是什么呢 先看看 吸管杯 吸管杯 这个其实很方便 就是因为你有时候喝水的时候 然后就用吸管来喝就很方便 对 是 而且我喜欢喝凉的 喜欢喝凉的 保凉 是 这两天天冷了 喝点热的 然后还有一个小盒子 我们看看是什么 吸管 吸管 这其实是我们这次为龙哥准备的TCMI吸管杯以及我们10支可替换吸管的礼盒 因为这样可以替换的话它吸管本就很实用很方便 对 吸管有时候你容易咬坏 像我们有吸管药 或者你想要去清洗一下什么的 就临时可以用来消毒 然后就换一根新的上去 对 那我们也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吸管杯实际很贴心 它所有吸管都是可拆线可替换的 我们在日常使用的时候很方便 所以我们觉得也是特别好的一个礼物 也希望龙哥喜欢 谢谢 好的 其实有点依依不舍 我们直播其实也进行了一个尾声的时间段了 最后我想跟龙哥稍微聊几句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既然跟山摩师已经度过这么久的时间 有什么想对品牌说的 也是祝福山摩师能越做越好 然后给大家带来更多温暖 带来更多更好的产品 是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准备要进组了吗 这次是有可能会拍很久吗 不好说 没关系 这个我们可以先保密 那接下来也是一样 就是因为粉丝一直来都很关注你 然后也希望你能够身体健康 然后一切能够心情很好的去完成每份工作 那最后我其实也带粉丝们 再次祝福我们的朱一龙 接下来作品能够拍摄顺利 也希望即将上映的所有的新的作品 也能够有很好成绩 不要忘了在平安夜的时候带下你亲爱的人去电影院看我们龙哥的新作品 是那感谢朱一龙最后跟粉丝说一句道别的话 拜拜 你也太简单了 好歹加一句 对我马上就电子电子拍戏了 然后下次见面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吗 没事我们就心里时刻想念着我们互相呱吉着 好吗 我们也期待早一天能够中间偶尔休息的时候出来跟我们 活动活动 跟大家去聊聊天 那我们就感谢朱一龙 也谢谢各位 那一直看我们直播 那我们请龙哥先上去休息了 好谢谢 好呀好呀好呀 谢谢龙哥 那回头再见 那当然各位还记得龙哥刚刚的礼物拿走 哈哈哈哈 我想多抱一会礼物拿 我还是想混连你